王毅在人大记者会上又敦促美国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又批评新疆种族别绝论、荒谬绝论 另外王毅强调反对搞疫苗民族主义 又表示中国将推出春苗行动 协助海外中国公民接种新冠疫苗 王毅在回应中美关系的问题时 强调要确守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 指出南海、台湾、新疆、香港和西藏等议题 都是中国的内部事务 中方愿意在尊重国家主权前提下 同国方争讯适宜 讲明事实真相 但绝不接受毫无根据的指责抹香 绝不允许核心利益受到侵犯 长期以来美国动作打着所谓民主人权的旗号 肆意地干涉别国内政 在世界上制造了很多的麻烦 甚至成为动荡战乱的根源 北方应该早日地意识到这一点 否则我们这个世界仍将是不得安逸 王毅说作为两个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 中美之间有分歧有矛盾在所难免 关键是要通过坦诚沟通 加以有效管控 防止战略误判 避免冲突对抗 强调合作应当成为中美双方追求的主要目标 王毅又批评近期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 所谓新疆地区存在种族灭绝的说法 荒谬绝伦 完全是必有用心的造谣 切头切尾的方言 对于有声音质疑中国搞疫苗外交 王毅强调中方反对搞疫苗民族主义 不接受制造免疫红构 更抵制任何将疫苗合作政治化的企图 王毅在记者会上又表示 中国将推出春苗行动 积极协助和争取为海外同胞 接种国产或者外国疫苗 下一步中方也都准备在具备条件的国家 设立国产疫苗地区接种点 为周边国家有需要的同胞提供服务 另外又会推出国际旅行健康证明 落实国家主政习近平提出的健康码国际回应战议 中国将着眼后疫情时代 积极开展国际抗疫合作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